第31章 本作的伯父 为了在师尊面前表忠心 少主打了三盘焦黑的豆腐 并保证自己一块都不会丢掉 全部都要吃下去 楚婉宁十分满意 露出了难得的赞赏眼光 跟在后面的莫然一看 不乐意了 踏仙帝君对于楚婉宁的认同 有着莫名的执着 当即也要了三份豆腐 楚婉宁看了他一眼 吃这么多 不称魔 莫然和薛蒙标着劲 别说三份 就是再来三份 我也吃得下 楚婉宁淡淡道 好 然后给了莫然六份豆腐 并说道 你也一样 不可浪费 莫然 其他两个都点了 师妹自然也不例外 笑道 师尊 我也要三盘吧 于是 玉衡长老禁闭结束的第一天 他的三个弟子 纷纷因为吃坏了东西 而闹了肚子 第二天 戒律长老找到了楚婉宁 委婉地表达了 孟婆堂并不缺帮手 请楚婉宁移步奈何桥 帮忙清扫落叶 擦拭柱子 奈何桥是连接死生之巅主区 和弟子修器区的桥梁 可容五辆马车并排驰过 桥柱矗立着白玉九寿 分别代表着龙生九子 另有三百六十根尸首矮柱 气势恢弘 楚婉宁默默扫着地 扫完之后 仔细地擦抹着玉兽 忙了大半日 天色渐暗的时候 下雨了 散了磕的弟子们 大多没有带油止伞 唧唧喳喳地烫着水洼 朝着住处跑去 雨点子霹里啪哒 砸在石阶上 楚婉宁摇摇看了一眼 现那些少年少女们脸上 带着轻松自若的笑意 在榆木里林的狼狈又明亮 楚婉宁知道 如果让他们瞧见自己 那种明亮和轻松都会消失 于是她想了想 绕到了桥洞之下 好在前面一些弟子来到桥前 看清景象 不由地移了一声 结界 奈何桥上怎么布了结界 大概是玄机长老布置的吧 有弟子猜测到 玄机长老对我们最好了 那半透明的金色结界 龙在奈何桥上端 延伸铺盏 气势滂沱地 一直不到弟子修气区的主步道 把他们接下来要走的路 全部覆盖 肯定是玄机长老布置的 这块地方不是归他管的吗 玄机长老真好 这个姐姐好漂亮 长老果然厉害 众弟子抖着湿淋淋的头发 嘻嘻哈哈地推嗓着 躲进了结界 一路议论着往修气区走 楚婉宁站在桥洞下面 听着桥面上的人声鼎沸 直到再无声响 归来的少年们都已行远 他才慢吞吞地收了结界 步履从容地走出了桥洞 师尊 末地经文 有人唤他 楚婉宁猛然抬头 按上未现人影 我在这里 他寻声仰头看去 现漠然协作白玉桥上 一袭迎栏青凯 腿懒散地架在桥栏边沿 少年眉目黑的惊人 睫毛像是两盏小扇子 垂落眼前 正撑着一把油纸伞 似笑非笑地凝望着自己 他们一个在桥上 林叶瑟瑟 一个在桥下 寒雨连江 就这样互相瞧着 一时谁也没有说话 天地之间 烟雨朦胧 缠绵翡测 偶有落叶戏竹 随着风雨飘摇而下 纷纷扬扬 吹落于二人之间 最后 莫然笑出了声 带着些捉弄 玄机长老 你都淋湿了 楚婉宁也几乎是同时冷冷开口 你怎么知道是我 莫然抿了抿嘴唇 眼睛弯弯的 酒窝很深 这磨大的结界 玄机长老步不出来吧 不是师尊 还能是谁 楚婉宁 莫然知他懒得 为自己施法避雨 灵机一动 便把伞抛了下来 这个给你 接着 鲜红的油纸伞偏仙落 楚婉宁接住了 碧润的竹木伞柄 还染着些温度 晶莹的水珠 顺着伞面滴落 楚婉宁仰头看着他 那你呢 莫然笑得狡黠 师尊掠师法术 我不就能干干净净地回去了 楚婉宁哼了一声 但还是轻浮衣袖 莫然上方立刻撑开一方 透亮的金色屏障 莫然抬头看了看 笑道 哈哈 真漂亮 还有牡丹花纹呢 多谢 楚婉宁瞥了他一眼 那是海棠 只有五片花瓣 说吧 白衣飞散 飘然离去 刘莫然一个人站在雨幕里 竖着花瓣 一 二 三 四 五 啊 真的是五瓣啊 再抬眼 楚婉宁已经走远了 莫然眯起眸子 站在结界之下 脸上那种稚气的笑容 一点点消失 逐渐换上一层复杂神情 他忽然有些不明白 自己到底在想些什么 若对一个人的感情 只有纯粹的喜爱 或是纯粹的艳增就好了 这场雨下了四日才停 云开雨些时 一对车马铃响叮当 踩着积水轻弹 踩碎一地天光云影 停在死生之巅山门之前 竹帘撩起 里面探出一柄 悬着鲜红穗子的折扇 紧接着 一双蓝底银边的战靴 踏了出来 踩着车员 喷得一声沉重地落在地上 尘土飞扬 这是一个浓眉大眼 绑大腰圆的壮汉 一身蓝银青铐 续着整齐的落腮胡子 约莫四十来岁的模样 他看起来很粗犷 但铁塔般的大手 却偏偏摇着一把 做工精致的文人扇 说不出的怪异 扇子啪的一声打开 只见朝着别人的那一面 写着 薛郎甚美 朝着自己的那面 则写着 世人甚丑 这柄扇子名震江湖 究其原因 除了扇子的主人功夫了得之外 还因为扇面上写的字 实在太尴尬 正面夸耀自己 反面嘲讽别人 扇柄青银 方圆百里 都能秀出扇主人自恋的味道 修真界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扇子的主人是谁呢 正是在外面逗留了 两个多月的死生之巅尊主 薛蒙的父亲 默然的伯父 薛正庸薛仙长誓言 所谓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反过来 道理也是一样的 儿子是孔雀 老子必然也会开平 虽然薛蒙长的梅青木秀 和他那位囚禁孔武的老爹 浑然不同 但至少他们骨子里是相似的 都觉得薛郎甚美 世人甚宠 薛正庸伸了个懒腰 活动活动筋骨 扭了圈脖子 笑道 哎哟 这马车坐得真累死我 总算到家了呀 担心店内 王夫人正在调配药粉 一左一右 分别坐着墨然和薛蒙 她柔声道 纸血草四两 守阳村一只 娘 撑好了 薛蒙盘腿坐在她旁边 把药草递给她 王夫人接过来 闻了闻纸血草的气味 而后道 不行 这草和广货放一起久了 串了味道 制成的汤药会 效力受损 再去拿一些新鲜的来 哦好 薛蒙又起身去里间翻药柜 王夫人继续到 武林之三前 兔丝子一前 莫然俐落地将材料递给她 伯母 这个要熬多久啊 不用熬 冲服即可 王夫人说道 待我将粉末塩好了 阿然能给玉衡 长老送去吗 莫然原本是不想送的 但看了一眼薛蒙的背影 心知 如果自己不送 那摩送药的人 必然是薛蒙 不知魏石摩 她就是不喜欢薛蒙 单独和楚婉宁待在一起 于是说道 好啊 顿了毒 又问 对了伯母 这要苦膜 有些苦口 怎么了 漠然笑道 没石膜 但顺手从果盘里抓了一把糖果 塞进了衣袖 店中的人正专心置之的配药 店门口却忽然响起一阵爽朗豪放的大笑 薛正庸大不留心地进到店内 容光焕发 喜道 娘子 我回来了 哈哈哈哈 堂堂一派之主 进来前毫无仙照 惊得王夫人 差点把药勺里的粉末给撒了 她错愕地睁大美目 夫君 漠然也起身相迎 伯父 啊 然而也在 薛正庸长的魁梧威严 言谈却十分和蔼 她用力拍了拍漠然的肩膀 好小子 一段时间莫见到你 好像又窜了些个子 怎么样 彩蝶阵之行 可还顺利 莫然笑道 还算顺遂 好好好 有楚婉宁在 我就知道 一定不会有闪失 哈哈哈哈 对了 你师父呢 又一个人 闷在山上 捣过她那些小玩意儿 莫然文言 有些尴尬 师尊她 她这伯父性烈如火 容易冲动 前世伯父的死 很大一部分原因 正是归咎于这样的性格 莫然当然不愿直接跟她说 楚婉宁挨了两百法棍 还被禁足了三月 正思索着该如何开口 身后忽然传来了阿的一声 薛蒙愣愣地抱着一堆止血草走出来 看到自己的父亲喜不自经地 跌跌 马儿 莫然暗自松了口气 这对父子一相遇 必然好一番阿语谄媚 互相包扬 自己正好想想 该怎么把楚婉宁受罚一事讲出来 果然 孔雀父子竖着为语 正不遗余力地彼此夸赞着 两月不见 我儿又俊了不少 跟你爹越来越像了 薛蒙长得完全不像爹 只像他娘 但他颇以为然 也说 爹爹的身形也揭示了许多 薛正拥大手一挥 笑道 这段时日 我在昆仑踏雪宫 愈发觉得天下少年郎 都不如我儿我直 哎哟 那群娘们唧唧的人可把我看厌的 毛儿 你还记得梅寒雪吗 薛蒙立刻面露鄙夷 就是那个闭关修炼了十多年的小胖子 据说是踏雪宫的大师兄 他出关了 哈哈 我儿记性真好 就是他 小时候来咱们家住过一阵子 还跟你睡一张床呢 怎么不记得 胖得和狗一样 睡觉还踢人 被他踹下去过好多次 爹爹你看到他了 看到了看到了 薛正庸碾着胡子 似乎陷入了回忆 薛蒙是天之骄子 生性好斗好比 于是急不可耐地问道 怎么样 薛正庸笑道 要我说 不如你 好端端一个男孩子 他师父教他什么弹琴跳舞的 是个轻功还非花瓣 可笑死你爹了 哈哈 薛蒙鼻尖一抽 似乎是被恶心到了 一个婴儿肥的小胖子 弹琴跳舞 飞花瓣 那他修为如何 毕竟梅寒雪 闭关十余年 这几个月刚刚出关 还没有在江湖上亮过剑 既然相貌已经把人比下去 薛蒙就要比修为了 这回薛正庸 倒是没有立刻答话 他想了一会儿 说道 现他出手不多 不妨是 反正等临山论剑的时候 蒙儿自然有机会 和他一较高低 薛蒙抽动眉帽 哼 那个死胖子 有没有机会和我交手 都不一定 王夫人此时 已经把最后一味药粉添好了 她起身 笑着摸了摸薛蒙的头 蒙儿不可狂妄自大 要虚怀弱骨 尝怀敬畏之心 薛蒙道 虚怀弱骨有什么用 那都是莫本师的人做的 我就要像我爹的一般痛快 薛正庸哈哈大笑 看看 虎腹烟能有犬子 王夫人不悦道 你这个人 好得不教他 都教他些坏的 像什么话 薛正庸 献他面容间 带着三分薄怒 知道他确实有些不高兴了 便收敛了笑容 挠挠头 娘子 我错了 娘子说 怎么教就怎么教 全是娘子说的对 你别不高兴吗 莫然 薛蒙 王夫人早年是孤月夜的弟子 据说是被薛正庸掳掠来的 这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 不过莫然很清楚 伯父代伯母深情一片 铁骨铮铮 都化成绕纸柔 而王夫人 却对自己的丈夫 没有那么一腔热血 她是个极其温柔的人 却总是会对薛正庸发些小脾气 这些年磕磕绊绊 夫妻之间 谁对谁的用情更深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薛蒙自然是懒得 看自己爹妈调情 她有些被恶心到了 择了一声 很不耐烦地转身离开 王夫人颇为尴尬 连忙道 忙儿 薛蒙摆摆手 大步走了出去 莫然也不愿意 打扰人家夫妻团圆 正巧也可以躲开 伯父的盘问 楚婉宁受罚这种事情 还是让王夫人和她说吧 自己可扛不住 于是收拾了桌上的药剂 也笑嘻嘻地走了 还顺手替他们掩上了店门 捧着商药 晃晃悠悠地来到红莲水线 楚婉宁受了伤 这几天身体都有些虚弱 本来不在水线周围的结界都撤掉了 因此有人来了 她也并不知道 于是 机缘巧合下 默然见到了这样的场景 楚婉宁 此刻正在莲花池内沐浴泡草 她自己泡也就算了 关键是 一向洁身自好的玉恒长老 她的御用莲花池子 居然还有另外两个人的身影